弟兄姐妹平安 昨天加州州长宣布 要将重新关闭很多曾经恢复的活动 包括室内的聚会 很多弟兄姐妹很关心对我们教会的影响 其实这个新的法规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们教会从来没有恢复过任何室内的聚会 目前所进行的是无会众敬拜直播 是没有会众的聚集的 并且也是由合法营运的优势频道所制作 事实上我们这样做的原因 是为了配合州政府的法规来保护会众的安全 好 让你和你的家人能在家中 享受活泼有能力的敬拜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感谢教会的同工 为我们这些必须回到教会服饰的人所做的准备 从场地事先的消毒 到一进门口的测量体温的机器跟洗手液 到舞台上的透明隔板 身上每个乐手无论是弹的唱的 他们中间都有隔板相隔 我相信每个参与服饰的人都能感受到很贴心的照顾 虽然我们发现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但整体来讲同工们已经尽力为教会提供一个安全运作的环境 为此我们需要请你更多的为教会跟同工们来祷告 求神在疫情期间能够保守大家不受病毒所感染 不但是要为教会的安全祷告 我们更是要为美国来求怜悯 在疫情持续扩大的时刻 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求神使疫苗早日发展成功 真正遏止病毒的蔓延 另一方面要求神在各级首长之间赐下团结合作的精神 另一方面要求我们能够寻求这些联系统合作 和国家共同联系统合作 才能够真正制定出有效的防疫措施 他们可以认为真正实的防疫措施 事实上这次疫情说明了一件事 那就是美国真的需要什么 听众姐 美国现在面对一个关键时刻 美国现在面对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唯有借着强而有力的祷告 才能够扭转美国来回归真神 而现在正是神呼召我们起来祷告的事 我相信什么时候到我们能够持续不断地为美国祷告 神就要使用我们成为影响这个世代的气 神能够花着强而从母带未有险你 祝上帝祝福你 May the Lord bless you